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是你第一次做模板的经验 所以呢 要记得戴上小剪刀 用小剪刀来帮助我们 做小模板 好 那我们听一段这个英文 下语歌 Rang Rang Go Away 等一下我们就开始来进行今天的 当缠绕遇上粉彩哦 Rang Rang Go Away 好 大家今天早上好吗 驴老师刚刚已经将这个 Rang Rang Go Away 这首歌曲 Iriki Songs 这个网址放在驴老师的脸书下方 我们尊重音乐智慧财产权 孩子们可以自己来唱哦 好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开启我们的这一个艺术的灵魂 首先呢 先要帮我们自己的这一个 整个纸面来做一个边框 所以现在请宝贝们跟着绿绿老师一起拿出你的纸胶带 纸胶带呢 可以使用绿绿老师赠送给大家的小这个透明的日本专用的胶条 那也可以呢 使用这个自己家里带来的纸胶带 那绿老师这个使用的是和谐粉彩的纸胶带 OK 那先把边框贴在你的纸板上 然后 如果你有这个坐垫 可以呢 贴在坐垫上 那绿老师贴在这个小板上方便 我等一下 把它这个粉做一个小清除的动作 你们也可以呢 准备一个小小的可以方便你使用的小电板 好 今天早上呢 校门口塞车塞得非常严重哦 宝贝们在雨天的时候啊 记得出门的时候啊 不要急 你跟爸爸妈妈说慢慢来 因为呢 在我们上学的这个路口啊 其实是有一点小危险的 有点塞车的状态 所以呢 这个老师都有说哦 尽量在正常合理的情况下不迟到 但是如果是下雨天啊 宝贝们其实不用太担心 老师都会以注重安全为主 而不是就是会去记说 哎 谁谁谁还没有到 这样子哦 所以呢 我们今天早上在校门口看到大塞车哦 女老师就想起要在今天做一个直播 第一个是安全宣导 第二个呢 也是要告诉孩子们 就是我们班导师杨老师是以安全第一的老师哦 大家不用太紧张 哦 好不好 好 再来呢 就是我们今天贴完这个四个边框之后呢 我们要先来做模板 先做模板 所以大家也要准备一个不要的小纸片 然后等一下来剪一剪哦 好 那绿老师一边坐一边 跟大家来一个画家程 就是最近呢 跟姚老师在line里面呢 有看到呢 孩子们啊 宝贝们你们的作品 绿老师觉得你们好厉害 好棒哦 就是跟着绿老师学习的这些日子 每个人的作品都超级棒的 所以呢 绿老师在这边呢 要跟这个三年假班的宝贝们说 你们是number one 好 在这个又透过线上的课程 就发挥的这么好 绿老师非常的喜欢你们的作品哦 而且你们也超棒的 老师都有跟我说 你们在学校的表现超级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来画一张这个 小水滴雨天的粉彩图哦 也可是我们下午忘了 我们下午的人 我们下午了 我们下午的人 我们下午的 Neben 冬房子 我们下午的冬天 所以我们下午的 看到点几分 我们下午的 我们下午后 好的 欢迎大小宝贝 回到我们的课程现场 今天早上呢 我们要来自制模板 所以我们先写一下 绿老师先写下今天的主题 今天是3月7号 那我们今天要 画的是 雨天小山坡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 粉彩 还有绿老师擅长的 铲肉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大家也要复习一下 你自己的 艺术家名称 绿老师是 Sophia 那你们的英文名字 也可以慢慢地把它想出来了 来 我们放在猫猫这边 让猫猫帮我们运送一下 今天的主题 好 那绿老师今天要来介绍一下 绿老师的新宝贝 是韩国品牌 Mongo Mongo的软 粉彩 那12色 绿老师觉得很够用 所以呢 孩子们如果 你的雄狮粉彩 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事实上可以换换 Mongo的粉彩条哦 好 那绿老师有一支小刷刷 如果你没有小刷刷 没有关系 或只是你可以问妈妈 她有没有不想要的 这个 就是化妆的腮红刷 小刷刷 好 是帮我们把多余的粉刷掉 再来一支棉花棒 如果你是属于呢 喜欢做比较细致 图形的 今天的小水滴也可以用棉花棒 然后慢慢的把它涂出来 好 好 再是一张不要的卡纸 那绿老师今天拿的卡纸 是我去买文具的时候 她附赠的这个说明卡 其实还蛮可爱的啦 我本来是要留下来做卡片的 可是我还想想就是 今天需要用到 而且这个模板也可以留下来 好 那首先呢 因为我们是今天要做小山坡 所以呢 现在就是要来跟大家进行呢 我们如何制制小山坡 小山坡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 大家先看一下 小山坡的位置 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绿老师是刚好拿到一样大的卡纸 如果没有一样大 也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就用铅笔 好 来我们来画出小山坡 这样子就是一个小山坡了哦 所以这张卡纸可以用很多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剪下来 小山坡 OK 好 那接下来我还需要什么 我需要这个半个太阳公公 被遮住的半个太阳公公 好 那我画在这里哦 绿绿老师尽量不让你们用笔刀 为什么用笔刀你们会手时候会有危险 所以我既然要用这个角落 来画我想要的图 好 那画完之后你就说 老师太阳公公缺角了 那你就要再加油一下 再把它剪圆一点 好 好 这个圆圆的太阳公公 再来呢 老师我想要云 好 那我们就画一朵云吧 这就是我画的云 好 要看清楚哦 来 那现在我们把云剪下来 在剪的时候啊 你的图形尽量靠近纸张的边缘 你就非常好剪 你的手转动的这一个弧度不用太大 那这个剪下来的云呢 这个洞洞啊 等一下绿老师会教你怎么处理哦 因为我们小朋友用笔刀不方便 所以我们用剪刀 训练一下小肌肉哦 好 那么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云了对不对 等一下你在做云的镂空的时候这个上面这个地方好 是可以用纸胶带黏住再去抹的 好那这边也可以用这个云的边边来擦云 所以这两个图腾都要留下来哦 好最后我们就来滴水滴 也是会在这个角落 好那方便大家直接用剪刀剪出来 那如果没有按照着线条剪没关系 就是很轻松慢慢来 好那这个水滴也是等下周围都可以涂抹 然后这个洞洞留着 如果你觉得它被剪开 你这边是可以贴一下纸脚带的 OK好那我们把我们的模具都处理好了 这是我们自制的模具哦 那这一次用完可以留着 这是雨天专用的模具 所以可以先放到旁边去 我们的桌面很大嘛 放在前面哦 OK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小朋友 呃你可以拿铅笔先画一下你想要的位置 好但是绿绿老师是蛮建议大家 因为拿铅笔你就会喜欢用叉子嘛 所以呢既然是要用我们就直接用带针笔 就是你的黑笔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绿老师呢就要请大家勇敢一点就直接下笔了 不要琢磨太多好不要在那边担心自己画的不好 所以我们在音乐过后呢 我要小朋友们准备一支笔黑笔为家 好以黑笔为家来我们试试看咯 关于说是一个温暖身的硬度 高小堂的硬度 好以黑笔为家 嗯 心呢 好 好 试看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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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是 当粉彩跟缠绕 两个人相遇的时候 所以呢首先 我们请小朋友花一朵云 好很简单吧 好那我们现在这朵云里面呢 我们要给它一点线条 我们今天先进行缠绕 因为等一下你在拿笔的时候 你的手指头会脏脏的 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那我们现在小朋友 有跟上绿绿老师吗 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就画下十个新月 这个叫新月还记得哈 所以我们一起画下十个新月 画下十个新月的时候呢 绿老师要来播一首 你们呢 在学台语对不对 那我们来听一首台语的下语歌 好不好 如果会唱的可以一边画 一边唱哦 来吧 那绿老师等一下也会把这首歌的 出处跟网址 放在绿绿老师的脸书 或者是YouTube的说明里面 大家尊重智慧赛产权哦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听这首台语歌咯 有点可爱哦 出处跟障 Beckеж 阿公啊 也在吵架 滚打滚 滚打滚 滚到一萬全流口 既然開口真正出味 阿公啊 要出行 阿嬤 要出場 venture.. 糯了 所有人都被紅了 哈死得讓 老无無無無 tactics 好 這是 踢喔喔 台灣的們同昭台語的 次 Obrig 這首歌曲 李老師小時候很會唱耶 阿嬷要煮鹹 阿嬷要煮菜 就是兩個人為了誰要吃甜的 為了誰要吃鹹的 在那邊吵架 那小朋友你們十個星月畫好了嗎 好老師放大給你們看 畫起來大概是這個樣子的 如果說呢 我們一邊唱歌一邊畫圖 你會覺得很開心的話呢 綠老師也非常喜歡音樂纏繞 音樂粉彩喔 大家也是可以一起這麼做 好 那我們這一個部分的纏繞完成 那我們今天沒有要填滿它 因為我們今天會使用粉彩 所以我們可以移動到這邊來 再畫十個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也是再來聽一下 這一首歌 TOO的後半頓 阿嬷要煮鹹 阿嬷要煮鹹 阿嬷要煮車 兩隻手打 都破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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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蠻好 蠻好學的一首台語歌 如果你最近在學台語啊 可以聽聽一些台語的民謠喔 好 那 現在是綠綠老師的線上 FM120999的課程 我們是為了 上畫國小三年假班的小寶貝們 來設計的課程 今天的課程是 雨天小山波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蠶繞畫上來 等一下用粉彩來上色 就會非常的棒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是這個 星月 好 那我們不填滿它 我們就輕輕的 再找幾個位子 把星月畫上來 那現在孩子們可以隨意的畫星月 畫在這個雲朵上面 不用數幾個 就用很放鬆的方式 這星期一的開始 我們要有好的心情 雖然下雨了 但是呢 小朋友的心都是 閃著閃閃發光的大太陽的 對不對 所以要對自己呢 這個 把握自己的情緒 控管鑰匙 如果下雨天就會心情不好的 孩子們 那就來畫畫圖吧 不然就跟好朋友一起唱唱歌 也是可以的哦 綠綠老師小時候啊 最喜歡下雨天了 因為下雨天就可以穿雨鞋 然後在這個校園當中呢 折紙船 然後拿著雨傘 看著小紙船 在小水蛙裡面呢 慢慢的前進 那種感覺很有趣哦 那因為綠老師的年代 我們沒有手機 也沒有任何的3C用品 所以我們都會自己做玩具 自己玩 自己玩得非常快樂 那這個很快樂的過程裡面呢 就激發出了想像力了 那綠老師現在也邀請大家 跟綠老師一起用粉彩跟長繞來玩一玩哦 好 那我們把幾個邊邊稍微畫上我們的長繞符號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畫雲朵的表情 那你也可以把自己的心情呢 投射在雲朵上面哦 那綠老師覺得今天可以跟三年假班的寶貝們一起畫圖 我很開心 所以我畫了一個笑笑臉 好 那我們接下來畫小水滴 那去年防疫期間呢 綠綠老師啊 有帶著很多的大小寶貝 在我們空中進行求雨的動作 因為去年這個台南南部地區是缺水 所以呢 我們有畫小水滴求雨哦 那所以如果想要複習這個缠繞雨滴的寶貝們可以到綠老師的FM20999的這個頻道呢去找一下 那我們現在呢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畫水滴 大水滴跟小水滴 然後把星月這個符號呢 畫進來有點像小紋身的感覺 然後可以畫上不動的水滴表情 然後可以畫上不動的水滴表情 好不好 來大家試試看哦 把你的表情 把你上個禮拜的心情都畫進來 然後也預約一下未來的心情哦 按下三個字幕 最後一會兒 會流水滴表情 在北方 然後跟進去 一會兒 把你跟進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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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